我13年 14年跟18年都是腾讯的 动漫平台首席顾问 腾讯的跟我接触的界面 就是叫杜佐珍 他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 有一千个铜板 随意让你摆十堆 然后之后就不准碰了 我现在说316 你就要说316是第几堆到第几堆的组合 我说877 你就要说877是第几堆到第几堆的组合 就是从1到1000 无论任何数 你都要从这不能再碰的十堆里面去组合出来 我说这个问题真的有答案 他说有 我说好 我来讲出结论好不好 他说你讲啊 我说总要对1吧 总要对2吧 你要我拿2我还是拿不出来啊 我说总要对4吧 因为有1 2就不需要3 我说总要对8吧 有1 2 4就不需要5 6 7 同样有1 2 4 8就不需要9 4 4 1 4 2 3 4 4 5 我说那结论不是出来的吗 第一堆1 第二堆2 第三堆4 第4堆8 第5堆16 第4堆8 第5堆16 第5堆16 3 4 6 4 1 2 8 2 5 6 这样加起来是5 11 这样加起来是511 最后一堆489 最后一堆489 所以如果超过511 就把489拿出来 1到511 全部前面的酒队都可以组合 他就说哇 我是零时间思考的 这个问题我问过我们桥牌社的青年队领队 他是很年轻就到美国进修书学 而且20来岁就拿到博士 我说陈金敏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花2分钟打车给你20分钟 然后我们开车去餐厅吃饭 他就停车一进来就说 我知道跟2的10吃饭有关 2的10吃饭是1024 但为什么兜了24 我说我不告诉你 我在问中研院的研究所的研究员 尼海里 他是剑桥毕业的 数学也特别好 我说给你一个问题5分钟 就把这个问题讲给他听 然后就去外面搓烟 等一下搓烟5分钟以后 看他还在满尸 我要去上厕所再吸吸脸吸吸手 再进来 他发现他跟艾威特要了一张A4的字 写了10个最深的高等数学 想去组合看有没有办法求次这样的算法 我说尼海里 你用这个方法 你再活三辈子 都导不到答案 他说答案是什么 我说我不告诉你 这个问题 从这三个例子可以说 你学得越多 要类比得越多 所以他们学习已经放弃思考 就是从过去所学 看能不能应用 世间没有一件事是重复的 因为时间不一样 你也不一样 别人也不一样 条件都不一样 所以碰到任何事情 只有在当下 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 才找出线头 你才可以想象得到 所以从这个故事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 等一下我画画 所以从这件事可以得到一个教训 我们做什么事 要从零开始 然后按部就班 从零踩上一 而且你确定一是对的 从确定一是对的基础 踩上二 然后从确定二是对的基础 踩上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所以如果是 楼上是真理 一楼是无知 中间有十个过场 你必须要按部就班 所以很多人 当他还没学会走路 就想学跑 其实一件事 从小就开始 从最小条件开始 所以如果你是这样 做什么事 没有不成功的 所以做一件事 就是你要先知道目标是什么 你要先知道 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就像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因为我除了画画 什么都不会 所以只能依靠这条路 如何成为 如何做好 那当然要思考 就像我去日本 要成为日本最伟大的漫画家之一 当然我知道我办不到 但是我画珠子百家 不但成为日本最伟大的漫画家之一 而且我才是世界性的 所以真正确定终极目标一定是 没有时间限制 没有地区限制 没有语言限制 那漫画是一个最好的武器 所以说 对我来说 漫画是一种语言 是一种手段 最重要的是内容 内容 内容 才是王道 一本西伯来文写的书 你不晓得它在写什么 但是如果一本西伯来文化的漫画 你就知道 它是在画塔木德 或是犹太历史 或是在犹太人的撰检方法 所以漫画是 不会被电影或饰品取代的 因为漫画的阅读方式 是根据读者的阅读能力 他看懂了才换过第二页 所以漫画书永远不会被取代的 我从小就陪我妈妈三点左右起床 后来长大了 一直养成三点以前起床 那像最近一年来 我们公司是五点下班 我常常四点半就睡觉 那我去年只要睡三个半钟头 今年稍微累一点要睡四个钟头 那睡四个钟头 是我一生保持的习惯 我跟爸杂克很像 天黑了就睡觉 然后只要睡醒了 不管睡几个钟头 不管现在是晚上八点 晚上九点 或十一点 就四桶为第二天 我非常期待清晨醒来 很多作家都是夜深人静 才开始写奏 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你夜深人静才开始写奏 你就是从今天到晚饭 之后稍微休息 然后开始写奏 你是从过气走到现在 所以大脑里面有95% 是带着过气的思维 只有百分之五想 剧情下一周要怎么发展 所以你停下来 才会想那百分之五 你到底要怎么发展 所以你看任何作家 无论他是琼瑶 是三毛 甚至于是莫言 或是麦家 都很少写超过三十等 然后他们写的类 题材大概换来很窄 那漫画家可不一样 漫画家 因为他像上帝一样 漂亮的额眉 漂亮的大眼睛 可爱小巧的小嘴巴 爆炸头 都是同时完成的 我听过麦家讲他 如何写风声 花了半年思考 再花了一个月 写出他的作品的一个小手臂 再花了半年写出一个头 所以这个很不痛快 有一次我经过他家 看到那树山割树 我就等我一下 我去冲澡 冲澡回来 他就在客厅接待我 你知道一个作家 每天醒来干什么事吗 我说我不知道 我不是作家 我是漫画家 然后每天醒来就想 今天有什么理由 可以不写作 我说今天理由 天气太好 应该来祭祀嘛 他说对对对 漫画家可不一样 漫画家完成就是同时 所以一个漫画家 可以出三百本书 欧佑祥画超过三百本 黄毅朗画超过三百本 马龙城画过超过三百本 我画超过三百本 吉米应该也快要超过三百本了 因为画家的享受是作家没得比的 所以他可以屁股做得很牢 我曾经四年在日本画了八千页画稿 我曾经四十二天没有打开门 就是为了完成一个比较大的事 我曾经五十八个钟头没有离开椅子 就是为了完成一支六成六 那个叫做黄地产节目的片头 有一年办完唐信的活动 我好像二十三号回去 那二十五号是圣诞节 二十六号大块文化出版公司的唐总经理打电话给我说 蔡老师 你今年不是要答应我们一套书吗 因为去年出了漫画道家思想 漫画儒家思想 漫画活血思想 漫画沉重这样效率非常好 还得了金顶奖 我说我答应过你出什么书吗 他说有啊 你答应我们出达摩书论 达摩士论 就是达摩洗脉论 达摩破相论 达摩无心论 我说那什么时候 我说你们要推出 他说书展啊 我说书展今年是几号 然后一月十八号 书展拼了就过年前两个礼拜 我说那我什么时候给你 你能够编好 能够再如期出书 他说你们一月三号给我们 我们大概来得及 因为台湾一月一号 一月二号放假 一月三号开始上班 我说好吧 我拼看看 所以我二十七号 二十八号 二十九号 三十号 三十一号 一号二号 只有七天 我二十七号开始翻译 我念文 然后开始画 那一共我大概五百页 我住在台北市政广场 对面是国务纪念馆 台北市议会 都是广场 然后这边是101大楼 然后跨年晚会要放六千万台币的咽喉 是请英国人来放的 从二十八号二十九号三十号 就开始在布置会场 跨年晚会的会场 然后场场有小歌手 或是配音的现场的人 在test test over over 然后二十八号二十九号就有小歌手 来那里先软场练唱 然后三十一号就四十万人 我们如果离开回不了家 那集满满的人 路边都是那只瘫痪 然后对而来说完全不存在 我就从二十七号开始画画画画画 二到二十九三十三十一 五四三那一放烟喉 都不存在 到二号三号打电话给他 我说完成了两本版 还有一本版我改三天里面给你 后来应该是第四天 把四本书给他 做完了我发现我的左脚 因为烤电暖炉 左脚烧伤了 十几个水泡 右脚没有 因为我是不怕冷 但是在画画 你不能因为脚有点冷 然后互相搓脚 会影响占助力 所以当你进入心流光热空间 所有的时间空间 所有人都不存在的 你唯一会听到的就是 笔接触的A式子 这样摩擦的叉叉声 还有你的心跳声 河南长沙景存 尘诗说 近十方世界是沙门眼 近十方世界是沙门深 近十方世界是沙门自己 近十方世界在沙门自己光明里 就是在整个宇宙时空 你就是你自己 你自私你自己的那个时空的光芒里 再也没有别人 这个就是心流 所谓的就是进入光热空间 当你在做一件事很顺遂的时候 就会进入光热空间 尤其像思考物理 速写 然后你发现了一个速写的真理 速写不需要别人来说你对不对 你验算就会知道你是正确还是错误 然后你就像跟真理在一起 你会感动得满脸流泪 会不禁想跪下来 然后就感谢 为什么当初一个单细胞 后来变毛虫 后来变神经炎 屯性突出 后来变成大脑 变成可以思考宇宙天地 就像爱因斯坦讲过 宇宙最神奇的就是 你竟然可以透过思想 了解宇宙是什么印作的 我非常喜欢清晨起床 然后开始做这个思考 精神起床跟作家半夜话写作 是两回事 精神起床你不能讲话 不能看电视 不能看书 就像我是有抽烟的 我就急着泡一杯咖啡 然后站到窗口 对着看不到的星星 假装看得到一个星星 就是没有焦点的 然后开始思考 你就会有百分之九十 都是思考到未来 只有百分之五带着过去 所以你会思考 我这一生要做这件事是对的吗 这个已经思考了好几十次了 所以不用再问了 那我今年要完成什么 这个月要完成什么 然后今天有什么会完成不可 现在什么东西也会完成不可 然后你就全部都在想一遍 所以你是带着百分之九十五的未来 只有百分之五过去的资讯 我会成为我和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很爱学习 我记得1988年我到汉城 那时候叫汉城 然后他们的报纸采访我 报纸的标题就写 看过两万本书的男人 我非常爱看书 就是只要有机会 我就是一定是看书 就像《本草纲目》 或是东汉的《段式说文解词》 这么厚 这么大本 被我欢难了一本 我一次都买两本 我知道一般人也很爱看书 但他们看书的方法不对 我只看系统 就说不是系统 你就过不成你的元素 就像我的助理也非常爱看书 跟他们东看一本 西看一本 什么书都看 我一定是一口气看一系列的书 所以看书也要这样 你看书不能乱看 看书要看系统 就像这段时间看佛学 这段时间看残诀 这段时间看中国先行自治百交思想 这段时间看印度的 另外一个就是学习 我们学习不能跟半品促写 就像写英文不能跟妈妈写 不能跟不太会讲英文的老师写 那个不如不学 就像我教人家画漫画 他学过漫画我会不教 我教不来 因为他已经把一些错误的观念 变成他的基因了 所以我们学人什么 都是一定跟最高标准学 我们学几何 就是跟沃基里德学 我们学维基分 就跟莱布林茨学 我们学任何东西 都一定是跟世界最高水准学 我们学哲学 如果西方哲学 当然跟亚里士都得 柏拉图 苏格拉底学 我们学中国的先行自治百交思想 当然跟老庄孔孟孙学 所以学习要找对老师 也要找最厉害的人为师 就像我1990年到1990年 花了三年看所有的佛写的书 包括《杂阿韩经》 《中伊阿韩经》 《长阿韩经》 《中阿韩经》 加起来495万字 然后我喜欢看西方哲学史 西方音乐史 西方美术史 中国哲学史 中国书法史 中国美术史 我对于像有的电视 有的Discovery 我都是录像 例如像我整理了世界电动玩具史 世界电脑史 或是硅谷的开创史 还有整个半导体的历史 都是系统 我们去餐厅 然后叫一盘蛋炒饭 你知道他三分钟就给你 那个厨师 并没有去养鸡 等他下一颗蛋 并没有去种稻子 等他长出稻米 并没有去种菜 等他收割 他是已经把所有材料都准备好 我们去中药房 抓一铁药 那个火鸡 在三分钟里面 就给你你要的那个药 他一张就是背后 一千个抽屉 每个抽屉 每个抽屉 放得春期 或是甘草 或是人参的药材 所以同样的一个漫画家 也是一样 因为内容才是网道 我记得有一天 我大概下午两点 经过菜市场 到另外一边的街面 去吃一碗牛肉面 我要进去那个面店的时候 我看二楼一个年轻人看到我 我就进去了 等一下点了面 两分钟后 那个年轻人就来坐在我面前 说 你是蔡先生吗 我说是啊 他说 因为我很好奇 你为什么能够画出那么多漫画 我就说 我刚才见过菜市场 我知道 无论是香港西贡 或是北欧的任何菜市场 或是温哥华的唐人街 或是纽约的唐人街 或是刚才我见过的菜市场 他卖的东西 就是因为手艺不同 所以同样的 还有素菜 水果 那么 为什么会煮出 法国菜 英国菜 意大利菜 中国菜 光是中国菜 为什么会有川菜 香菜 卤菜 还有海洋菜 还有航班菜 还有闽菜 还有粮菜 还有粤菜 就是因为手艺不同 所以同样的素材就是这么多 二十六个英文字母 加上十个阿拉伯诗字 加上加减成熟四个四者印算符号 再加上十个希腊文字 宇宙中没有任何东西 需要第五十一个符号 所以你用这五十个 应用这五十个符号 你可以写十四堂诗 可以写战争与和平 可以像巴尔扎克写出 九十一本长篇小说 你也可以写数学工事 也可以写物理工事 所以chip不再多 在你要联合应用 所以我们的元素不在于多 而且要在你有创新思考 可以在大脑里面CPU 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 所有东西都整合 当然它要成为元素 你不能混合 我曾经在中国江人开幕大会 演讲过一个 我说茶很好 咖啡很好 可乐很好 混在一起能喝吗 蔬菜很好 白米饭很好 猪肉很好 牛肉很好 豆腐很好 酱油很好 酱油很好 你混在一起能吃吗 红色很好 粉红色很好 蓝色很好 绿色很好 你把它混在一起就是咖啡色 所以每个元素要保留它的元素 那你才可以多回饮料 就像A 永远成为A 它就可以组合ABC或AB 但是它如果是变成AB 就只能组合ABBA 所以它越变成自己 那用得出越多 所以每个人一定要保留自己 我们成为出类拔萃 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独特性 而不是跟大家一样 所以每个人要保留他自己的独特性 才可以多汉应用 就像中药房背后的那一千个抽屉 每个东西都是他单纯的自己 才可以跟各式各样配合 变成补药或变成解药 或变成救命之药 同样的餐厅的东西 每个都是严肃 要变成它自己本身 就像一颗没有足够的蛋 你可以做蛋化汤 可以做煎蛋 可以做卤蛋 可以做茶叶蛋 就像我今天虽然可能很有名 但我还是维持着四岁半的心态 所以就是我会看到任何新鲜事物 都充满了好奇 我只要对知识智慧 都对我充满了引力 所以我现在我的书架有三千多本书 那些书都是我自己做的 我自己或是我画的 或是我写的 或是我已经看了的 或是我从网络下载的整理的 包括科学 数学 还有绘画 还有佛像 各式各样 所以我们不要像鸭子一样 张着嘴巴 让人家填一些我们不见得需要的东西 我们要主动去学习 然后要稀热地写 你才会成为很厉害的自己 我演讲的时候常用这张开头 就是协力是铜牌 能力是银牌 人际关系是金牌 然而思考能力才是王牌 我是非常善理思考的人 从四岁多就开始思考 思考有不一样的方法 思考最好的方法就是逆向思考 就是把问题倒过来想 从里面想 从外面想 从360度去想 你就可以找到别人没有看到的 idea 因为我从小学三年级 我的老师说学问就是 平常要学 不懂要问 课堂上不懂的上课问 生活上不懂的下课问 一下课我就赶快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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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玩水玩得很久 每个手指头都做做的 尤其大拇指做的最厉害 老师就说 我明天告诉你 后来又说 老师 老师 为什么筷子插在水杯 从上面看起来 筷子会转弯 他说 因为折射 老师 为什么会折射 老师明明告诉你 我这样问了很多 有一天我在走廊上 从教室走出来 在走廊上碰到他 他刚好从教室休息室走出来 看到就突然转进隔壁的保健室 我就说 不能再问了 他欠我二十三个问题还没回答 所以那时候就想了 自己的问题自己找答案 学习也是要透过自己来学习 不能跟老师学 为什么李老师愿意在鸟不圣诞的地方 领一个七十块人民币 他不去花坛乡 当秘书领一个六百块 他不去彰化县政府领一个一千五 他不去台北一个赚一万块 因为他没有能力 他唯一有能力的就是在学校 当一个老师 一个七十块 所以那时候就知道 不能跟老师学 清除于男更胜于男的原因 是你一定要超越老师 所以我所有的东西都有自己的方法 因为过去的方法 可能有效可以利用 但很多都是你比较创新 就像学习文 我平常知道说 这个叫做X座 这个叫做Y座 是迪卡座标 在X座的底下写1 O-N-E 在Y座写A-B-C-D-Z-T-G-P-H-S-T-T-B 然后你就拼起来 A1 头等 B1 骨头 C1 圆椎体 D1 完成了 G1 消失了 T1 音色 G1 区域 PH1 电话 ST1 石头 TB1 钉骨牛排 四个单字你全部记会了 英文也可以把它像 ARK PARK PARK 就是公园 所以这里是ARK 旁边是LD PSP B SHM 所以你就变成一个LUCK 是一个DUCK的PARK 借着SPARK 在BARK 中间钓刻SHAK的MARK 就是一只云雀 是一个黑暗的公园 借着星星之后 在树皮上钓刻鲨鱼的上雕 你当然也可以再把MARK 放在Y軸 底下是X C SK IAKET 所以你就会变成一个故事 马克思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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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需要记了 马克思 起母马 去火星 用MARK 在市场上 买玛丽亚的上标 所以你同时就可以记七个单字 再画画面把它记得 我在温哥瓦自己写一年 还出了一本2500个字的英文单字 《图像英文记忆化》 所以学习语文 无论是学英文 或是学日文 它方法是不一样的 就像老师 父母们都说 你只要努力 努力就可以走到巅峰 才怪 这个是善意的仿言 哪有一个人不努力 后来为什么不努力 因为努力没有成果 所以努力要有方法 人生学习不是走学坡 而是走阶梯 就像刚才讲的 有四个阶梯 你要在零的基础 踩上第一个阶梯 你如果找不到方法 你努力了一辈子 只有在沿地跳 连第一阶都上不去 当你上去第一阶 你很久没有用 你后来要回到要用 其实也都会记得 因为记忆不只是大脑 记忆在嘴皮 记忆在你的每个细胞 就像我们小时候 会骑脚踏车 后来到了台北 都买了摩托车 后来又买了汽车 我到了四十岁 到温哥华 我每次要去Stanley Park 租脚踏车 我就不晓得我二十年 没骑够会不会骑 你一上去 稍微放两下就好了 身体自然会 使你平衡的 一言也是 那当然很多创新 是来自于自己的生活经验 但很多是来自于知识 知识最大的就是看书 当然有一个美国哲学家说 智慧埋葬在知识里 知识埋葬在信息里 所以今天信息太多太多 你们可以看到 我没有手表 没有手机 没有欠帐卡 因为我最关注的 就是古今中外 所有有关的智慧